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身向他第一个升他的方向 月鸟朝南枝 也甚其妙 南方之鸟无论飞到哪里 驻朝必选最南端的树枝 古马依北风 北方之马即便到南方 仍依恋北风 大概是间物种 都逃不脱大自然的神力手掌 张学良将军1936年 兵剑抗日被幽禁后 此生再无踏入东北老家一步 他同样想家 被软禁中的张学良 1990年 在其九十大寿即将来临时 他获得了自由 一年 他获准回美国探亲 探望在那里的儿子 包弟等亲人 赴美探亲期间 大陆七日老部下吕正操上将 文讯专程赶到美国探望了 并要求寻老张回东北老家看看 老张和长夫想家 在老吕的劝说下 两人想了一个回大陆的理由 看眼集 并说好了 大概行程 不接受记者采访等细节 此时 是1991年5月下旬 可是不知道哪个环节走漏了风声 老张还未及向台湾当局汇报 就提前被人家知道了 结果台湾当局狠狠地吵了他一吐 说你是不是又想搞个什么事变 此后老张再也不敢提回大陆老家的事了 九十寿陈重获自由 张学良最小的儿子叫张吕霖 是1930年与赵四小姐所生战乱时代 民不聊省 赵四小姐为陪伴张学良 把儿子送到了美国托人抚养 他则一心陪着张学良一起 又近半世纪半个世纪后 张学良重获自由时 儿子张吕霖也快退休了 他在美国太空所工作 妻儿也都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 1994年 大陆航空部门专家到美国访问时 再次向老张和他儿子发出邀请 在有生之年回东北老家看看 张学良自知身体已经不允许 只能让儿子替自己探亲 当年五月上旬 65岁的张吕霖夫妇等一行人 终于实现老爹夙愿 临行前 老张激动地叮嘱小张 回到东北老家 有两个地方一定要看看 一个是大帅祖 一个是空灵 到了北京以后 再转赴东北 替我去看看咱们在沈阳的旧居 各府顺城外你爷爷的那座空灵 老张含卫说 张是大帅府 使然大帅府是张家荣耀 张作霖一手创下民国东北第一府邸 七八子六女六夫人 带庸人管家厨子侍卫 正常人口七十多人 大帅府之大 中国少有 3.6万平米的战地面积 东中西三栋海里 房屋中系风格这一 豪华气派 堪比皇宫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北第一府 1928年随着日本鬼子的阴谋实施 很快黯然失色 老炮被害 少帅撤军 东北失敌 历史沧桑巨变 连少帅为老爹修建的秦陵 也随着鬼子的入侵奉满无果 值得将张作霖棺材赞错寺庙 直到1937年才得运回老家海城安葬 而腐顺 依然空灵已坐 腐顺空灵张家大帅 符合空灵 历史铁正般 控诉着日本侵华罪行 穿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云烟 十岁离家的张旅林 如今已经六十四岁 眼前故居已成锦区 当地呵护有家 空灵完好 花草无恙 五月威风轻浮 眼前见闻令张旅林心中甚畏 史料参考 张学良传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